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首先是内容提要 大陆法轮功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 人心与因果 时事评论 首先请听近期大陆法轮功学员遭迫害案例 六旬老太回国探亲 被绑架构陷 截入辽宁女子监狱 明慧网2019年10月20日报道 尹森女士 现年65岁 原住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锦绣校区 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 信仰真善忍 在中共对法轮功20年的残酷镇压中 多次遭受迫害 2004年12月 尹森向民众讲法轮功真相时 遭人构陷 被非法抄家 2011年2月25日 尹森在车上贴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的粘贴 再次遭人构陷 被非法关押15天 在被非法关押期间 曾连续60小时被绑在床上折磨 被勒索1500元前后释放 2016年3月7日 尹森依法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 遭报复 被绑架 抄家 并被非法关押5天 中共警察的一次次骚扰迫害 让尹森的丈夫和儿子遭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 苦不堪言 2016年3月22日 为了减轻家人的精神压力 他无奈选择背井离乡 来到澳洲 同年得到澳洲政府的人道保护 因思乡心切 在2019年2月4日 大年三十 他启程回国 本计划大年夜回家 可以给丈夫和儿子 做一顿可口的饭菜 没想到 刚到深圳海关 就被非法扣押 在深圳看守所 被非法关押10天 2月13日 又被大连国宝 截回大连看守所 非法关押 当月被非法批捕 7月份 被大连市沙河口区法院 网判一年 9月中旬被截入辽宁女子监狱 非法关押至今 湖北朱雪英被秘密开庭 丈夫被逐出庭外 明慧网2019年10月21日报道 今年的6月26日 60多岁的女法轮功学员 朱雪英老人 外出讲法轮功真相时 被赤壁市公安局警察绑架 被非法关押在赤壁市拘留所 同时被非法抄家 朱雪英被非法关押 三个多月以来 相关人员一直不让家属见面 还扣发老人的养老金 2019年10月18日上午 武北赤壁市法院 在没通知家属的情况下 对朱雪英非法开庭 朱雪英的丈夫 打听到消息后赶到法庭 她看到妻子时只喊了一声 就被法庭赶出门外 从警察把朱雪英绑架到拘留所 再转到看守所构陷 直至所谓开庭 都是暗中操作 李玉华、刘忠敏面临非法庭审 遭法院指定律师威胁 明慧网2019年10月20日报道 北京市女法轮功学员李玉华和刘忠敏两位老人 5月22日在北京市丰台区讲法轮功真相时 遭到南院派出所牛波和李东民的绑架购欠 面临非法庭审 丰台区公检法部门执法犯法 花钱雇用北京丰台民博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上位 指定给李玉华做律师 其目的是给丰台公检法的违法行为做遮掩 陷害李玉华和刘忠敏 10月15日下午3点 李玉华被强迫到北京丰台法院大厅报道 律师上位见面时坦白地说 自己是北京丰台民博律师事务所的 为了混口饭吃 同意和法院做违法的交易 上位欺骗李玉华在一份授权书上签字 认可上位做李玉华的律师 当看到李玉华已经签字上当 上位嚣张地说 其实我是站在检察院立场上说话的 有了这份程序 我一定可以成功地为你做有罪辩护 法院雇用我为法轮功做律师15年了 这名指定的律师上位还威胁李玉华说 他已经成功地将很多法轮功学员 用这种程序构陷有罪判刑了 另一位一同被非法绑架的刘忠敏女士 住在北京大兴旧工地区和女儿相依为命 刘忠敏被绑架后 至今被非法关押在丰台看守所 辽宁清源警察 报打妇女至严重病状 明慧网2019年10月18日报道 今年的9月25日下午 辽宁省清源满足自治县法轮功学员 马凤菊 刘运英 在清源镇义和小区 发法轮功真相材料时 被绑架到清源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晚上清源县邀战派出所警察 和清源县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 闯入马凤菊和刘运英的住所 非法抄家 在清源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警察非法审讯马凤菊和刘运英时 邀战派出所所长王东 逼迫马凤菊在指纹机上取指纹 马凤菊认为自己按照法轮功教导的 真善忍做好人 没有错 更没有罪 马凤菊没有听所长王东的取指纹要求 王东连续报答马凤菊十多个耳光 接着一个瘦高个子的警察 又连续打了马凤菊十多个耳光 第二天 9月26日 马凤菊和刘运英 被非法关押到福顺市看守所 他们二人在体检时 又被清源公安警察重重地打了一个耳光 现在马凤菊的家属得知 马凤菊因被清源邀战派出所警察暴打 身体出现严重病状 头痛 心脏非常难受 血压极高 高压180 低压120 家属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马凤菊 高压东被迫流亡11年 再遭绑架 迫害致心脏病 明慧网2019年10月19日报道 今年39岁的辽宁省本溪市法轮功学员高压东 是家中的独生子 待人真诚 善良 深得同事邻里好评 在11年前的2008年1月10日 高压东因修炼法轮功 在明山区新立屯山水人家住宅区 被警察和小区保安绑架 晚上9点多 被劫持到台北看守所二间区非法关押 在被非法关押期间 高压东遭到警察及犯人关广林和侯某等多人殴打折磨 导致心脏病多次发作 看守所因帕丹责任 让家属接高压东回家取保候审 同年4月23日 高压东又一次被本溪市东兴派出所警察绑架 非法抄家 警察用铁凳子靠扣了高压东一夜 第二天 警察从市公安局拿着被绑架的数十名法轮功学员名单 让高压东认 不认识就打 拿电棍逼供 后来 警察劫持高压东去医院检查身体时 高压东在派出所门口走脱 从此 高压东被迫流离失所长达11年 期间 高压东被本溪市机电安装总公司 非法解除劳动合同 他的家人和亲朋好友 被株连迫害 无法正常生活 身心受到严重伤害 高压东的母亲 没能等到儿子平安归来 就撒手人寰 他85岁的父亲 一年前刚做了癌症手术 已经十多年没见到儿子 日夜盼望儿子能平安回家 2019年8月23日 高压东在吉林省长春市 被长春市经济开发区 珠海路派出所警察绑架 如今 高压东被非法关押在本溪市看守所 被迫害至心脏病 生命堪忧 下面请听 人心与因果 大法真相挂历 保佑了我家 大陆大法弟子投稿 有一位大法弟子给民众 送新年真相台历 送到一户有着崭新的 采钢瓦房的人家 他家是做修表生意的 刚开始 老板不知道这位大法弟子 送给他的是法轮功真相挂历 说道 不要 我家有最好的 大法真相挂历 保佑了我家 老板走出他家的房子 指折西侧静搁一米 烧得金光的邻居 激动地说 看到了吧 那么大的火 我家房子只是 西侧窗玻璃烤碎了 大法真相台历 就在靠西侧的桌子上摆着 震住了大火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老板全家都很认同法轮大法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 中共洗脑扭曲儿童心灵 作者 海外法轮功学员 以下为文章的部分节选内容 海外媒体披露 在中共强制要求下 近来 大陆私立国际小学 开始强制学生戴红领金 不少家长自发抵制 表示反对渗透和洗脑教育 呼吁救救孩子 学生家长表示 送孩子去国际学校 就是为了远离红色教育 没想到还是逃不过 在大陆这种专制独裁制度下 没有净土 黑手深入校园 钳制宗教信仰 自由亚洲电台 今年1月11日报道 中国高等院校 应中共当局指示 去年开始在中小学 加强灌输无神论思想 学校将有宗教信仰的学生 上报安全部门 并通过给奖金 零食等手段 鼓励学生举报信教的父母 或相互揭发 原本中国早已没有宗教自由的容身之地 如今更深入校园 荼毒民族幼苗 摧残学生心灵 更有媒体报道 去年下半年起 中共积极在中小学教育学生 不能有宗教信仰 要信只能信共产党 中共还要求校方 善用班会和升旗的时间 加强灌输学生观念 让他们向共产党靠拢 去年10月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的教育部门 命令学校禁止学生 有任何宗教信仰 抵制宗教进入校园 甘肃省兰州市警方 直接到学校宣传 向公安局举报信徒 可获奖金1000人民币 举报教会负责人 则奖励1万到4万人民币 一言以蔽之 校园现在已经成为 中共最大的洗脑基地 迫害真善忍 荼毒下一代 2001年2月 中共教育部通知 要求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组织 开展攻击法轮功的签名活动 在全国教育系统 首先推出百万签名 以此来毒害数以亿计的未成年学生 有的学生不签名 班主任连拉带拽 威逼利诱 逼迫学生签名 否则将开除学籍 中共还变本加厉 将诬陷法轮功的内容 编进中学教材 各级考题 甚至高考和研究生的试题中 已被揭穿是造假的自焚伪案 赫然出现在六年制小学教科书 《思想品德》中 书中假借12岁的小思影之口 制造学生们对法轮功的憎恨和恐惧 天安门自焚伪案 被公认为是世纪谎言 2001年1月23日 中共为挑动民众仇恨法轮功 特意在天安门广场上 演了一出自焚的闹剧 事后证明 这出自焚完全是一场骗局 就是这样的弥天谎言 被写进小学的教科书 毒害懵懂的孩子们 揭露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 为火获得第51届 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 中共还对拒绝参与攻击法轮功 和不放弃法轮功修炼的师生 进行迫害 教师修炼法轮功会被开除 学生则被学校除名 不能升学毕业 修炼法轮功的师生 被强制送入劳教所 精神病院和洗脑班 甚至被迫害致死 1999年 仅清华大学就有上百名教师 职工和学生被非法关押 开除公职 学籍或直接送入劳教所 在江泽民的亲信 陈志力所领导的教育系统中 至少有72名教职员工 与在校学生被迫害致死 年纪最轻的是 只有17岁的加姆斯市 数人中学学生陈英 年纪最大的是68岁的哈尔滨市管理学院的周景森教授 回归中华文化与传统价值 正因为迫害真善忍 碎时假恶斗横行于全中国 道德日益沦丧 伦理荡然无存 目前许多中国人宠上唯物论 不信神佛 在党文化的熏染下 逐渐迷失善良本性 教育是百年大计 年轻人是国家的主人翁 只有认清共产主义的邪恶本质 才能洞悉中共的教育 就是摧残人性 害人不浅 与匡正社会 必先正人心 真善忍是普世价值 也是乱世中 整翅歪风邪气的解药良方 在中共持续洗脑校园 荼毒学童之际 祝愿世人弘扬真善忍 抛弃假恶斗 挽救青少年受中共戕害的心灵 回归中华文化与传统价值 本期明慧网大陆消息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